作詞曲 李宗盛 作詞不Melody Oczywiście People 作曲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在花別 久深秋 窗前 明日獨座 不甘心的寂寞 对谁诉说 不会说再不说 眼泪划过 而我 你不再为我 我不再难过 就这样结果 也许只是眼角无翼的一片 就注定了你我 大雨一直抛脱 乌烟雨水滴落 思念对谁说 也许只是眼角无翼的一片 就注定了寂寞 就算你远走 我还站在原地 傻傻的灯火 不论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双儿姑娘 伤势如何 双儿姑娘的刀伤正好在要害部位 那可怎么办呢 现在只怕双儿姑娘寄人天下了 独孤 一定要尽力救她性命 王爷放心 独孤定当竭尽全力 那想什么呢 阿广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这孔双双居然能为了救谢妍齐而受伤 我总觉得这里边有问题 你想想啊 她是谁啊 她可是孔双双啊 她可是上天下地 唯我独尊 众名大隐形孔双双啊 她怎么可能为了救别人 而让自己挨刀子呢 我觉得啊 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其实我也想不明白 以她孔双双的个性 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 难不成她真的喜欢三王爷 不会吧 这里面啊 一定有阴谋 但是请设想一下 如果我们现在去跟三王爷说 她肯定听不进去 反而还会觉得我们是小人之心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还是慎重行事 静观其变吧 她孔双双虽然坏 但罪不至此 是啊 希望她能挺过这一关吧 儿臣参见父皇 起来吧 谢父皇 父皇 父皇 不知这么几招儿臣过来 所为何事啊 是啊 齐儿再去西南的路上遇刺 什么 是三哥 三哥他现在可否安好 倒还好 此刻性命无忧 朕让你们觐见 对 主要是与你们商议 此事究竟是何人所为 竟敢如此大胆行刺皇子 对呀 竟敢对皇室下手 实在是猖狂 不过父皇 这一群贼臣乱子 实在是胆大包天 不过父皇请你放心 臣儿一定会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 也好给三弟一个交代 父皇 儿臣请旨 去接三哥回宫 他一定不如使命 三哥这是何苦呢 三弟尽心尽力为父皇办事 实属朝廷社稷之福啊 让为兄实在是惭愧啊 辰儿啊 此刻身份之事就由你去查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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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儿臣领旨 孝儿 在 你在禁军中 选些精壮之事 随你一同去护卫你三哥一行 是 儿臣领旨 下去吧 儿臣告退 少将军万万不可呀 让开 小心我无上你 住手 爹的话都不听了 下去吧 是 爹 三王爷和晴柔他们遇袭受伤 我一定要过去看看将那些乱臣子一网打尽 事情已经出现了 你去又有何用 三王爷有让你去的口信吗 没有 没有 你看看你这个性格就是一件莽夫 有勇无谋 何以成大事 是 浩尔 传言三王爷遇刺 这朝中必有异动 这情况尚不明确 你若贸然行事 必定打草惊蛇 这与三王爷的处境 不仅不利 反而误事 是 这样吧 你且待我明日上朝 寻问皇上的意思之后 再做打算 如何 可是爹 无许多言 你要再坚持想要去 就是跟为父过不去 启儿这段时日 真是多灾多难 幸好此次无碍 要不然 可让我怎么活呀 臣妾恳请皇上下旨 还是命启儿快快回京吧 可启儿说 他不完成使命 是不回京啊 这个孩子 脾气实在是倔强 你放心吧 朕已派萧儿 在禁军中 宣些精壮之事 快马加兵前去护卫 过几天 他们就会会合了 臣妾谢皇上体谅 这样的话 我也能心安一些 可皇上 你又在为何事而由心哪 啊 朕知道齐儿受伤之后 第一时间 就召见 尘儿和萧儿 萧儿第一句话 就是关心延祁的安慰 可尘儿 关心的却是 是否抓到刺客 是否留有活口 这让朕 也多了一些忧虑啊 这萧儿 这萧儿与萧儿素来亲近 又是兽族 他关心萧儿是无可厚非的 再说尘儿 与萧儿萧儿又是同一血脉的兄弟 他关心是何人所为 也是在替皇上分忧啊 不论如何 兄弟手足之情 比任何事情都更加重要 也许是朕想多了吧 是 是 想个办法 你该有一个对策 可不是呀 皇上 臣以为此事极有可能是藩邦所为 近年来 藩人为了贡品之事 屡次与我朝斡旋 此次行刺 有可能是他们借刺杀三王爷一事 来要挟我朝 因此此事万万不能姑息 请皇上下旨 马上出兵讨伐藩邦 皇上 万万不可 不可 犯人虽然屡次进犯 却都是因为免贡免税之事 绝不至于伤及人的性命 如果没有调查清楚 就轻易发兵 恐怕会引起对方的猜忌啊 臣恳请皇上立刻出兵 以养我朝之危啊 皇上三思啊 出兵之事还需从长计议啊 够了 这 这是三王爷的手书 小丘子 读给他们听听 是 父皇亲喜 儿臣此次虽然遇袭 但并无大碍 此事儿臣定会彻查 但在水落石出之前 还请父皇不要大动干戈 切勿让那些贼人 以为大事已成 钻了空子 儿臣此行 定会查明贡品被劫真相 不负众望 还请父皇悟念 三王爷果然仁义啊 是 其而此举 乃我朝社稷之福 皇上英明 此事不但没有取了老三的性命 反而让他占了先妻 真是弃杀我爷 弃杀我爷 他谢延祁这步棋实在是高明啊 尽得皇上的心意 舅舅 你说他此次遇袭 会不会已经掌握了什么证据呢 这个我也说不清楚 倘若他真的掌握了证据 为何不把你我二人抖落出来呢 眼下你我二人也只好按兵不斗 静观其变了 谢延祁这小子果然阴险 此番虽然没有伤了他 但是本王绝对不会就此罢休的 谢延祁 我要让你死在我的手里 清容 双二姑娘伤势如何 我已经替她换过药了 而且她现在一时不清正睡着呢 你就放心吧 阿广正在里面看着呢 那毒姑呢 毒姑为了给双双疗伤动了真气 所以现在在屋里敬养呢 清容 为何我觉得 你在与本王置气呢 没有啊 我只是觉得你有心问我双二姑娘的伤势 倒不如想想是何人行刺你吧 哦 这行刺之事之前毒姑也有提过 他认为此事必是谢延臣所为 还建议我务必与他抗衡到底 你说你这次微服出巡 本来就十分隐秘 朝中之人就没有几个知道的 可是那些贼子 为什么会知道你的所在呢 而且这些贼人分为两拨人嘛 第一批人呢一看就是山贼 他们只图钱财 行动也十分地果断 可后面那些黑衣人呢 一看就是训练有素 而且行动也破有章法 最重要的是呢 他们根本不贪财物 是直冲着你来的 所以我就想 这些黑衣人的幕后主使 一定是知道你身份的人 而这朝中能有行刺动机的人 也只有谢延臣了 一开始我也这样认为 但后来我越来越觉得 此事没有那么简单 还有很多地方值得仔细参想 要说此事是二哥所为 到目前为止也只是推断 在我看来 谢延臣不过是一个幌子罢了 也许有人只是想利用他的身份 对 不过不管此事背后的指使人是谁 我都已上报于父皇 必将此事彻查到底 还望父皇保重龙体 慎重出兵 以免打草惊蛇 还是你想的周全 而且啊 以德服人 希望那些贼人啊 不要再出来 给你点个赞 咚咚咚 这双二姑娘伤势一事 还要多谢你啊 毕竟她是因我而受伤 还望你莫要误会于我 哼 我才不管呢 女孩的心是男孩你 别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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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来猜去你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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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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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哼 哼哼哼 钟爱卿 你们怎么看呐 皇上 臣认为三王爷谢言齐 可担太子之恩 爱卿 你为何推荐齐儿 三王爷为人宅心仁厚 欲使臣吻既不张扬 实乃储君之最佳人选 启禀皇上 臣推荐二皇子谢言臣 相国 方才朕问你 你为何不说 这 爱卿 你接着说 皇上 三王爷此次在彻查贡品备劫仪式的路途中 一路上体察民情 为民申冤 即便是在遇到贼人行刺的凶险环境下 也能够临危不乱 率众人御敌 坚持不辱皇命 此事做得有理 有据 有度 若再有皇上的悉心培养 臣相信三王爷将来定当成为一代明君 皇上 臣 罢了 别沉沉沉的了 朕累了 你们都下去吧 朕累了 你们都下去吧 臣等告退 朕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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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吧 周兄真乃神人哪 此等模型杨某还是第一次见到 来 杨兄 坐 好 周兄啊 这水车遗物 周兄既已成竹在胸 独立即可完成 那为何还要杨某来此啊 这说来就话长了 严秦王爷曾经有一次下西南之前 他曾经来找过我 说是西南大汉 问我能不能造一台水车 解民间之疾苦 我说倒可以试试 然后呢 他就向我推荐了你 我 对啊 王爷说 他有一次去公部曾见过你 说你当时呢 是在研究一个什么物器 十分的投入 说啊 你见到他 连招呼都不打 然后呢 他就说你 不像其他人 那样只会知道阿谀奉承 没想到王爷竟然如此宅心仁厚 杨某还以为他会责惯于我呢 严齐王爷呢 一向是宅心仁厚 不拘小节 你不必在意 惭愧呀 惭愧 杨兄弟啊 杨兄弟啊 你怎么也喜欢做这些手艺伙呢 周兄啊 说来惭愧 杨某自小喜欢摆弄一些木工之类的活计 疏于学习 而家父三元出身 后为当朝大学士 杨某 却只只在工部做一个小小的主事罢了 家父一直以为我是给列祖列宗抹黑呀 杨兄弟 你这是什么话呀 这三百六十行 它行行出状元 是吧 等咱这水车建好之后 汇集成千上万的百姓 这跟读圣贤书是一样的 造福于民 你爹啊 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的 但愿如此啊 你爹啊 皇上 天色已经晚了 您早点休息 保重龙体重要啊 我问你啊 这杨大学士刚直不阿 平时他很少险材于人面前 可这次 为什么他为齐儿说话呀 皇上 皇上 这朝纲之事 老奴不变轻言哪 你在朝中也这么多年了 很多事情你都看得明白 那朕就恕你无罪 那我就谢谢皇上 我也是听说 这杨大学士的小儿子 就是公部的杨主事 在跟民间的一位匠人 合伙儿研发什么水车 而若是成功的话 说是能够缓解灌溉的效率 还有 能把低处的水印到高处去 奴才不才 不知道此物是否能够改变这个旱情 若是真的成功了 若是真的成功了 那可是大功一见哪 可这事跟朕的问题又有何瓜葛呀 老奴还听说 这杨大学士的小儿子 自小就喜欢摆弄木匠手艺 这一次与民间的匠人合作这个水车 还是三王爷和准王妃的建议呢 就是不知道 这次跟这个杨学士的推荐 有什么关系呢 老三 倒是职人善用啊 是啊 杨大学士听说以后啊 一直很赞赏三王爷的眼光 可这事又跟晴柔姑娘有什么关系呢 有啊 这个民间的奇人 将士啊 说是 是晴柔姑娘家乡的智友 智这个水车的点子 还是晴柔姑娘提出来的呢 这个老三哪 倒是找了一个贤内助 这 朕就安心了 好 贺喜皇上啊 双儿 你的伤势可有好转 谢王爷关心 伤势虽有些好转 但还是没有力气 这个死贤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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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儿姑娘 这次出刑啊 要不是你和李章兄弟 看什么看 没见过美女啊 真不如她有几条命都丢掉了 金蓉姑娘 你别走远了 此言诧异 你别跟我来 我要上王房 那每一次都这么危险吗 哪有这么夸张啊 死贤旗 臭贤旗 有什么了不起的吗 我的屁股 我的屁股 双姑娘 双姑娘 过来过来 你看 那些是不是结公平的人 我们过去看看吧 你的 你 干什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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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那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太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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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人撞下去 拍子好 好 三二一开始 我们是两家少女 谢谢 老板 金雅 你开始 有 有 有 我给他回去 什么的 走上角 对对对 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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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